和安月结婚七年,她对我不闻不问,还背着我把男人带回家玩角色扮演,后来我出车祸失忆了,忘了安月,并且记错了爱人,她却一反常态,流着泪,在病房里给我削苹果,其送,我才是你的妻子啊,你能,不能早点记起来,我想以前的你了,所有人都知道,我爱安月,爱得死去活来,爱得刻骨铭心。 就因为我爱她,所以她有恃无恐,她记不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,却记得和她喝酒的小白脸的生日,她不屑给我任何承诺,却能毫不在意地对陪酒男说只爱你一个。 甚至,她说,我的喜欢让她恶心,却在家里和男人玩角色扮演,追求刺激满地的衣服,一片狼藉,安月穿着兔女郎套装,坐在男人的腿上,男人色眯眯地望着她,我不敢置信地愣在了原地,公文包脱手掉落在地上,啪哒一声, 安月注意到了我,她吻了吻男人,然后凑到男人耳边,不知说了什么,男人点点,头,若无其事地穿上衣服走了。 安月,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,话到嘴边,又变得无声沉默,衣服好看吗? 她笑着搭上我的肩,我能清晰地闻到她身上不属于女人的香水。 喂,安月,别这样,我侧身绕过她,走到沙发旁蹲下去,剪掉落的衣服,她却不依不饶地跟过来,你生气了,我顿了顿,没说话,她接着说, 齐宋,你眼睛红了,我长嘴一口气,整理好沙发,将公文包放在矮桌上,今天晚上想吃什么? 安月似乎对我的态度很不满,她撇撇嘴,齐宋,你后悔和我结婚了吗? 要不喂个鸡汤吧,我出去买菜,看来没呢,安月自顾自笑了笑,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。 齐宋,你知道吗?你就数这点,最让我满意了。 安月带回家的男人我认识,我记得好像叫苏伯吧? 是她的特助,苏伯是个有能力的人才,安月开了很高的价钱,才把她留在身边,公司里的人都说,苏伯是安月的情人,安月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很多,不喜欢就换,每一个都不长久, 但只有苏伯一直和安月保持联系,且日渐亲密。 我见过深更半夜,安月躲在被窝里偷笑的模样,每当我表现得吃醋,她就会大大。 方方地把她和苏伯的聊天记录翻给我看,我只敢扫几眼,但映入眼帘的全是苏伯给安月挑选的各种露骨衣服图片和黄段。 此,安月在我们的婚床上和别的男人聊得火热。 可笑的是,她把这当情趣,而我无资格插手,我其实一直都知道,安月不爱我。 可她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呢? 我每每这样问她时,她总是轻挑地拍拍我的脸,因为你最老实,她和我结婚那晚,我们躺在心床上,她轻轻吻我的唇。 齐宋,你爱我吗?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她,我爱你。 她却笑了,是一种嘲讽的笑,这可是你说的,你爱我,你要记得。 她说,她享受着我的爱,肆无忌惮地放纵。 以至于后来,我第一次撞见她和别的男人相拥步入宾馆时,她能不以为意地拍拍我的胸膛。 齐宋,你应该不会因为这点小事,就要和我闹腾吧? 你说过,你爱我。 但,你忘了吗?她的随便是给别人的,对我永远只有避嫌,我真的一点也搞不懂安月心里的想法了。 晚餐后,安月又要出去,我忍无可忍,拽住她的胳膊,别走了。 行不行,安月挑了挑眉,要不你求我。 我,我求你,陪我,好吗?不要出去了。 她饶有兴致地施舍了我一个缠绵翡翠的闻,可是怎么办? 外面有人在等我,我的手在颤抖,我几乎是咬着后槽牙对她说,安月,我才是你的丈夫。 安月捂着嘴笑出了声,她用手指头戳了戳我的心窝,我是出去谈生意的。 谈生意,她每一次出去的理由都是谈生意,只是之前,我们一向心照不宣罢了,安月还是走了。 她说,我今天的表现她很满意,等她回来,她要奖励我,奖励什么呢? 安月神秘地笑了笑,秘密。 如果说这个奖励是以放纵安月出去和别的男人鬼混得到的,我宁可不要,然而嘴上这么说,却还是放安月离开了。 我不由得苦笑,齐送,你见不见啊? 一直到半夜,安月给我打来了电话,齐送,来接我一下行不行,定未发你了,有人要拉我去她家,我不想。 她的声音沉沉的,一听就知道喝了不少酒,我赶忙穿上外套,驱车前往。 安月是被迫的,安月也不想的,或许这次真的只是谈生意。 一路上,我抱有期待地幻想着,不能让安月被带走,我要带她回家,我咬了咬牙,油门踩到底,可意外发生了。 只有一步,只差一步,我从车里爬出来,旁边是行人的尖叫声,血遮住了我的眼睛,我胡乱用手擦了擦,安月发的定位就在这附近,或许,我还能再撑一撑,有人过来,是高跟鞋的声音。 我的视线又模糊了,看不清,其,其送,是安月吗?他身边跟着一个男人。 他依偎在男人的怀里,他不要命了吗?这种玩笑听不出来,男人震惊之余,痴笑道,这声音一听就是苏伯,安月出去,是和苏伯约会了吗? 打电话给我,是故意这么说引诱我过去,好看我笑话的吗? 原来,这一切的一切,只是个恶趣味的玩笑吗? 骑送啊骑送,你还真可笑啊,我不甘地闭上了眼睛,我是在医院醒来的,旁边围了一圈人,我一个都不记得,护士来给我换药,你真是福大命大,我捅了捅头疼的厉害,像无数蚁虫在我的大脑中撕咬拉扯,一个穿着精致的女人过来要摸我。 我吓得舒然弹开,你是谁?女人愣正住,手盾在空中,你,不认得我了吗?我需要认得你吗?我反问她,我和你很熟吗?一片死寂,甚至周遭的空气都变得几乎凝滞了。 哥,你真不记得了,家里人你也不记得了,你结婚了你也不记得了,嫂子也不记得了。 旁边一个穿棒球服的男孩,追着我问了一连串问题,边问边看我脸色,我摇摇头,不记得。 你说我结婚了,男孩极力地点点头,对,你最爱嫂子了,你想起什么了吗?我结婚了,我最爱我的妻子,那么,我的妻子应该也最爱我吧。 我扫了一眼人群,捕捉到一个一脸担忧的清秀的女人的脸,她微微发青的黑眼圈,憔悴无神的双眼,紧抿着的双唇,无意不再告诉我,她是,最在乎我的人。 你,你叫什么名字?我问她,她们顺着我的目光齐刷刷回头,就看到那张疲惫不堪,却难掩纯净的脸,女人明显已惊,她微微垂眸,齐宋。 你真的谁也不记得了吗?她看起来好难过,我想安慰她,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,对不起,你是我的妻子吗?你别伤心,我从现在开始,会记住的,我再次强调,你看起来很在乎我。 我想,在我失忆之前,我应该也很在乎你,爸,我能确信,你就是我的妻子,我知道,我以前一定很爱你,你放心,虽然我不记得了,但我以后也会一直爱你,比以前爱你更深,空气再一次凝制,我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,她们都怎么了,齐宋,开玩笑也该有个度吧。 那个精致的女人,又开始说些我摸不着头脑的话,她走过来,似乎是要吻我,我极力将她推开,你干什么,有病吗?我嗓子有些哑,一大声说话就更哑了,你是谁?喂,什么要这么做?我妻子在这里,你别让她误会。 她会伤心的,她再次愣住。 女人浮然不悦,拽住我的一灵警告我,齐宋,你不要太过分,她的语气很强硬,可我却看见,她分明在微微颤抖,我过分什么了? 从刚才开始,明明就是你一直在无理取闹,我摇摇头,我搞不懂,你为什么要这样? 齐宋,你到底要装傻到什么时候?女人死死地揪住我的衣服,好难受,喘不过气来。 场面一度混乱,最后是护士过来,将我和女人拉开,护士得知我的情况后,悉数告诉了我的主治医,生。 主治医生说,我可能是创伤后遗症引起的全盘性失忆。 不要让患者受刺激,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,或许还有痊愈的可能。 医生对我,旁边的那群人说,医生走后,女人不再瞒不讲理了,她深吸了一口气,走到我床边缓缓坐下,我叫安月。 齐宋,我不管你是失忆环,是怎样,总之,你得记住我的名字。 安月,有点耳熟,我们曾经是朋友吗?我摸了揉额头,不知道为什么。 一,听到你的名字我就头疼,我们之前有什么过节吗? 安月被我问得哑口无言,半晌,她点点头,大概是吧,我以前挺混账的。 哦,你确实看起来有些虎脚蛮缠。 我对你没有什么好印象。 齐宋,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? 安月突然握住我的手,我感到,有些不是,极力正脱开。 你说话就说话,动手动脚干什么,我妻子在旁边看着呢,我朝她翻了个白,眼,你们能先出去吗? 我想单独和我妻子聊聊,不大的病房里,除了消毒水的味道,就只有妻子身上淡淡的枝子香味。 齐宋,头还疼吗? 她先开口问我,不疼,你为什么总说我是你的妻子? 她原先低着头,我看不清她的脸,现在她问出口,头就低得更狠了,我不理解,捧着她的脸。 和她四目相对,我们难道不是吗? 我,她念如了半天,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 我认错人了,我看她神色不安,就又问道,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重新找了个话题。 齐宋,你应该不记得我的名字了。 爸,我确实忘得一干二净了,我叫顾家,你要记得我,顾家。 顾,这个名字就和安月一样熟悉。 我和顾家聊了很久很久,她跟我说了许多我们以前的事,我偶尔亲密地喊她的名字时,她就会红着脸回应我,不知道过了多久,安月冲进病房,冷着脸说,你们聊够了没有? 气氛,气氛骤降到冰点,安月扯着顾家的胳膊,把她往病房外使劲一推,我是为了齐宋的病情能好转才。 答应让你和她叙叙旧的,可你也太不要脸了吧,和别人的丈夫谈笑风声很欢乐,妈,听别人的丈夫喊你妻子很兴奋吗? 顾家,你怎么这么见呢?纵使我望得一干二净,听到安月的这番话也能猜得七七八八了,但我不明白,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人结婚呢? 齐宋,你怎么能和她聊得这么荣治呢? 明明我才是你的妻子啊,明明你最爱的应该是我啊。 安月走过来质问我,我抬头望着她,你说你是我的妻子,你说我最爱的是你, 可是安月,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你的爱呢? 安月一时雨色,一瞧这时,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进病房,很自然地搂上了安月的腰,这个男人好眼熟,似乎是在哪里见过。 我一看到他就头疼胸闷,西装男笑了笑,他还没死,谁还没死? 他说的是我,这男人怎么一点边界感都没有,当着我的面皱我吗? 还有,安月说她是我妻子,可这个男人搂着安月算是什么意思? 你来干什么?安月推开西装男人,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,滚开,你和安月很熟吗? 刚才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?我不解地问出口,哟,玩诗意啊。 西装男扑斥笑了一声,瞄了一眼安月,他没跟你说吗? 真心话大冒险的事,什么事?别说了,出去。 安月一个劲地催促西装男,西装男却来了劲。 怎么,我来看望情人的正牌老公不行吗?我还特意带了水果。 那,哦对,说到那天晚上的大冒险啊,我叫你出去,滚出去,安月彻底爆发,拿自己手上的皮包甩在了西装男的脸上。 安月,你敢打我?你为了那种舔狗打我,我可是你的特助,西装男恼羞成。 怒,将那晚的事全盘说出,他说的时候得意洋洋。 不时,环朝我挑眉示威,我是有点不懂这种行为了,感觉很幼稚,像脑子有病,安月脸气得通红,一边捂男人的嘴,一边撵男人走,别赶他。 让他说完,我咳嗽了两声,对安月说道,安月难以捉摸地望着我,随即又和西装男陷入混乱,事情闹得不小,安月和西装男甚至闹到了警局。 这之后,我再见到安月的时候,他已经不像我第一次见他时那样风光瑰丽,惊致渴,人,他看起来很疲惫, 可这都是他自作自受,他坐在我旁边,默默地给我削苹果,削好了就递到我嘴边。 我扭头表示拒绝,你都知道了,对吗? 他问我,知道什么,知道他开玩笑,把我喊过去,让我丢脸,却不承想我因为,焦急在路上出了车祸吗? 还是知道我出意外没失忆之前,他跟别的男人鬼混那档子是,又或者,是他不爱我,却仗着我爱他,处处挑战我的底线,甚至把男人带到家里来,玩角色扮演。 我知道太多了,多到不晓得从哪一个开始谈起,既然你知道了,我也不刻意隐瞒,一安月将苹果切成小块放在盘子里。 我已,钱和苏伯确实有过一段感情,你是以前也知道,甚至默许了他的存在,虽然你现在失忆了,但我也有把握,你能重新爱上我。 毕竟你之前爱我,爱到不能自已,其,宋,我呢,已经和苏伯闹掰了。 最近也不打算重新找男人,你就在医院安心养,并,我隔两天就来看你,我冷笑了两声,这世上自作多情的人还真多,你说什么,安月皱了皱眉,其宋,你现在住院,我不和你一般计较, 但是,如果你继续这样和我作对,我就真的走了,到时候不管你怎么留我,我也不会理,你,你可要想清楚,不要给你脸不要脸,真是受不了,我看向窗外,淡淡地说,顾家呢,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,我在跟你说话呢,你扯什么顾家,顾家在哪儿? 我又问了一遍,安月握紧拳头,眼底激起一丝韵怒,顾家,顾家,自从你失忆后已经不知道,问了多少次顾家了,其宋,你还不清楚吗,顾家他什么都不是,我才是你的妻子,我才是,我不要每天去外面找男人的妻子, 我噎了噎被子,郑重其事地对他说,安,月,你这样的女人,我不要,我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,我已经和苏伯结束了,我们俩什么也没有了,近期内,我也不会再吵,我现在等于是守活寡,你还要我怎么样,安月横眉怒目地看,这我,再说了,你以前不也心甘情愿,乐意留在我身边,包容我的所有吗? 我不,明白,其宋,你只是出了场车祸,怎么就变了呢,听安月这么说,我以前的爱得多卑微啊,他以前又是怎么对待我的爱的呢,他是享受吗,还是笔生呢,我不知道,也不想再知道,他已经把我弄丢了,而我也忘了,我们再无可能,现在的我,对安月的唯一印象,就是,他是我曾经爱过, 但现在不爱的女人,我们的婚姻也即将毫无意义,哦不,或许从一开始,就没有意义,我扶开安月的手对他说,安月,我们离婚吧,安月仿佛听了个天大的笑话,他冷笑道,齐送,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我说,我们离婚,我重复道,你现在失忆了,不记得我了,所以你对我没有感情。 这我都理解,但是齐送,你有没有想过,等你找回记忆了,你怎么办,安月强制往我嘴里塞了一块他笑,好的苹果,你知道,你当初求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,多狼狈吗? 你说要和我离婚,你离得了我吗?听安月的意思,我从前大敌指示他的附庸体,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舔狗,可现在我对安月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,我凭什么还要和他保持这种可笑而可悲的? 关系,我以后怎么样和你无关,你只需要点个头,我们抽空把离婚证办了就行,我说,安月打翻了盘里的苹果。 勃然大怒,你真是不可理喻,对,那又怎么样,你敢这么跟我说话,好,你要离婚对吧,我满足你,你以为你是谁,你别搞错,是你生不开我,不是我离不开你,等你以后后悔了,就算摇着尾巴来求我,我也不可能再可怜你,你说这么多废话不累吗? 我慢悠悠地将盘子里剩下的苹果全倒进了垃圾桶,说够了就滚吧,饶我清静,没完没了,跟支区一样难缠,你,安月咬牙切齿地望着我,你真是有病,说吧,他摔门而出,我在医院休养了几个月,安月带着一个男人来看我。 男人是个生面孔,和上次在我病房里闹事的不是同一个,相较于上次那位,今天这个就显得更加劣等了,行为扭捏,装模作样,仿佛是随,便从夜店的牛郎里拉了一个来冲树似的,安月亲密地搂着男人的胳膊,故意当着我的面,和男人接吻,一由未尽后,笑着对,我说,走吧,去离婚。 嗯,你等一下,我穿个外套,你安月欲言又止,你真要去离婚,不后悔,当然,我说了很多遍了,安月得到我的答复后黑了脸,下楼到停车场,安月替我打开了副驾的车门,我摇摇头,不用。 副驾还是留给这位先生吧,我坐后面就行,男人顺其自然地坐上副驾,安月却没来由地瞪了男人一眼,路上我和安月都没说话,只有坐副驾的那个男人,在讨好安月,说个不停,一会儿问安月渴了没,要不要唱口水, 一会儿问安月饭了没,要不要吃口面包,安月极其不耐烦地犯了好几个白眼,但不知道为什么,他却很有耐心地配合着男,人,好似一定要表现得自己和男人很思爱似的,到了民政局门口,安月再次问我,你真的不后悔,后悔什么,我有什么好后悔的? 我摊摊手,难道你打算变卦?我,呵,开玩笑,我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,回去的时候,安月执意要送我,我也就答应了。 路上,我恰巧看见了顾家,我让安月靠边停,安月不情不愿地停了车,顾家,我朝他挥手,顾家看到我,小跑两步走到我面前,你怎么在这里啊? 哦,离婚来着,我指了指车内的安月,离,离婚,顾家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看车内,此时安月一脸铁青,阴沉到了极点,安月感受到顾家的目光,随即蹬了回去,顾家朝安月善善一笑,扭头对我说,我正巧要去你那里,给你炖了鸡汤。 他说着,拎起了手中的饭盒,温柔笑笑,副驾难往窗外吐了口痰,顺势插的话,就一小罐鸡汤。 宝贝的跟人身似的,还,没我家安月吃的零食贵,男人说着,就要往安月嘴里塞零食,来,宝贝,张嘴,安月脸色不好,一直低着头默不作声,此时才抬头,脸色却更难看了。 他板着脸问傅驾难,你觉得你情伤很高吗?你会说话了不起是吗?就你长嘴。 傅驾难背对的一脸懵,狗东西,做我的傅驾,你也配。 安月将男人手里的零食扔出窗外,给我。 滚,傅驾难不知道安月为何生气,念如这下了车,安月则往男人屁股上踹了一脚,没用的废物,说吧,他拉上车门。 扬长而去,我和顾家漫不到医院,一路上有说有笑,我记得高中那会儿,我们也经常这样,并肩走在学校的操场上,顾家将一缕碎,发挽在耳后,齐送,那时候我真的很快乐,我茫然地笑笑,毕竟我什么也不记得了,我给你带早餐,帮你补语文和英语。 元旦我们还一起上台表演,顾家说的,动情,滔滔不觉起来,我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,不自觉也跟着心情开朗了。 可他提到了安岳,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说你和安岳走不长久,不过你真的很爱,怕,你说你愿意试试。 那是以前,如果重新来过,我绝对不会这么选择,我斩钉截铁地回答,顾家顿住脚步,好一会儿,他抬起头,眼神澄清,真挚地问我,当初我给你的,情书,是你扔的吗? 情书,我瞪大了双眼,不可置信地看向顾家,顾家顿时恢复清醒,他捂住额头,屋子摇摇头,对不起,我不该这么问,你顾家,以前的事我记不起来了。 我提醒他,嗯,我知道,我随便问问,真的对不起,让你感到困扰了吧,顾家苦笑了两声,我们默契地不再谈论相关的事,各有心事地回去了,晚上。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,梦里,我回到了学生时代,我看到了顾家,还有安岳,顾家默不作声地坐在座位上刷题。 安岳身边则围了一圈男生,安岳把那群男生当狗一样使欢,好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,但奇怪的是,安岳对我却很特别,他细心地给我带早餐,还都是我喜欢的食物。 每每每考试前,他就把自己的笔记本扔给我,帮我复习,他对我极好,比所有人都好,而记忆中的顾家却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,他的眼神充满了悲伤,这好像和顾家所说的不太一样,是我弄错了吗? 还是,安岳抢了顾家为我付出的所有,谎称是他的呢?我忽然记起,今天顾家说的情书的是梦境中。 我确实看到顾家红着脸,偷偷往我桌子里塞了一封信,但那时我不在,等我回来的时候,顾家碰巧去老师办公室,我掏出那封情书,正疑惑着是谁偷放在我抽屉里的,就被安岳眼疾手快地抢走。 情书我收回,太肉麻了,还是不给你看了,安岳咧着嘴不屑道,情书,你写的,给我,我问,哎呀,别问这么多了,我一个女生,也会害羞得好吧。 啊,安岳装作不经意将那封情书丢进了垃圾桶,就让他在垃圾桶待着吧,以后别提他了行不行,让我看看吧,我又不笑话你,我说着,就要去垃圾桶捡。 安岳握住我的手,呵斥道,其送,别捡,没什么好看的,你要再这样我就生气,啊,啊,那,那行吧,梦醒了,我出了一身汗,我好像想起些什么了,至少,我想起了安岳是谁,想起了顾家是谁,除此之外,我还记起了一些和安岳结婚后的事,我记起安岳为了一个酒保向我发火, 只因我生日那天去酒吧找安岳喊他回家,他觉得丢了面子,那么多人,他冲着我骂脏话,甚至打我巴掌,他说,其送,你以为结婚了你就能限制我的自由了吗?你别开玩笑了,我忍耐。 在忍耐,只因学生时代,安岳给我的实在太多了,最严重的一次,我因为被校爸侮辱了家人,而和他们扭打在一起,校爸把我揍得便,体鳞伤,我戳瞎了他的一只眼睛,明明是护欧,可因为校爸的父母是学校的主任, 就判定为我恶意找茬,勒令我退,学,是安岳摆平了这件事,后来我提起时,他却白手不愿再说,还说,只要我没事就好,其他的就不要再拉出,来过一遍了。 我在安岳一次又一次的诗会中,喜欢上了他,以至于,哪怕安岳变得如此混账,我都能强忍下来。 我将买好的蛋糕递给他,今天我生日,我想着回家一起吃蛋糕,安岳不满地将蛋糕扔在地上。 蛋糕变得稀烂,吃蛋糕,你是小孩吗?后来,我再也没有庆祝过生日,其实我也有忍无可忍的时候,我也会和他大吵一架,问他为什么学生时代对我这么好,结婚后却变了样。 他沉笑道,我学生时代对你很好,其中,你还真是单纯,就当是这样了,以前,我对你好,是因为新鲜感,现在我腻了,不行吗? 我牙口无言,我手足无措,他不以为意,他以此为乐,我辗转反侧,夜不能昧,第二天清晨,我去做了全身检查,并告知医生,我找回了记忆。 医生说我恢复得不错,在住院观察几天。 没什么大碍就能出院,出院后,我正巧赶上同学聚会,路上遇到了顾家,就一起去了,赶到时,我发现安月也在,大家只知道,学生时代,我和安月交往密切,却不知道我们结婚又离婚的事,现在看,见我和顾家在一起,就起哄了。 哟,聚餐都一起来啊,上学那会儿你和安月形影不离,没想到你小子最后是和顾家在一起了,该说不说,你和顾家还挺配的,安月全程闭嘴吃菜,他人缘不大好,只有几个舔他的,天天跟着摇尾巴。 而那几个,同学聚会都没来,剩下的,就都是看不惯他的了。 酒足饭饱,我打算送顾家回去,安月却拦住了我的去路,他喝得醉醺醺的,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,齐宋,过来吻我,周围老同学都汤木结舌,眨巴着眼睛,在我和安月之间来回瞅。 安月,别乱发酒疯,我无视安月,给顾家开车门,我说让你过来吻我,安月脚踩在地上狠狠跺脚,然后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,强迫我与他接吻,我把他推开。 安月,你有完没完?没有,我没完,安月揉了揉发红的双眼,凑到我身边,挽住了我的胳膊,现在很晚了,我们回家吧,要回家睡觉了。 我使劲甩开安月,班长看不下去了,拉住安月,安月,你喝醉了,要不我送你回去吧,顾家还在,这呢,任齐宋送你不方便,我不要,安月正拖开班长,亮枪了几步,顾家,顾家算什么东西。 我可是,安月哀,齐宋舔了我这么多年,区区一个顾家,齐宋就能忘了我了,你开什么国,记大玩笑。 他心里是有我的,而且只有我,他爱的是我,他关心的也是我,你,明不明白,我和他只是暂时离婚了,但那又怎么样,我们只是闹点矛盾,和好了,就复合了,从头到尾,有顾家什么事儿吗? 齐宋他只是生我的气,气我随便把男人带回家,所以才故意和顾家出双入对。 想让我吃醋,可是我现在不带了,我一心只想着齐宋了,那齐宋就该回来了。 但是顾家这个贱人,他明晃晃地勾引别人的老公,他坏到底了,像顾家这种,人真是下地狱都不为过。 班长,你说说着,我说得对不对,班长也无可奈何了,他短时间内震惊了无数次,接着,他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。 兄弟,安月太疯了,我搞不定啊,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,要不看看他手机通讯录,找个人把他带回家吧。 我,无奈地叹了口气,此时顾家开口了,齐宋。 要不你还是送安月回去吧,我自己一个人打车就行,再说,不要,我果断拒绝,说了要送你的,你待着别动,我翻了安月的手机通讯录,发现除了他的父母以外,就只有我的联系方式了。 哦,还有一个,是苏伯,这种状态下喊他的父母来也不合适,我想了想,抱着侥幸心理,拨打了苏伯的手机,号码,苏伯果然没有接听,直接挂断了,无可奈何之下,还是班长提出说,喊几个女同学一起送他回去,正巧安月烂醉如泥昏睡了过去,也没闹出多大的动静。 我还以为这件事能就这么结束掉,没想到第二天安月直接找上了门,昨天是我失态了,安月申表歉疚,比之前礼貌了许多,也不再是咄咄逼人,居高临下的姿态了,他眼窝深陷,看起来疲惫不堪,没事,我本想冲他几句,可他突然变了样子,我也不好发火,倒显得我咄咄逼人了,听说你恢复记忆了。 嗯,那我们以前,你也想起来了对吧?对,安月沉默了半赏对我说,齐宋,我们和好吧,行不行,我以后再也不出去找男人,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你,只爱你。 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,抱歉,我做不到,可我们做了整整七年的夫妻啊,齐宋,难道你我之间一点情分都没有吗? 你想说什么?想说我对你还有留恋,所以和你复合,继续忍受你的三心二意吗? 安月,我不是傻子,我不愿意和一个不自洁的女人在一起,这对我不公平,可你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吗? 你就在原谅我这一次,我向你保证,我绝对不会再犯,傻了。 可是安月,感情本来就容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,哪怕我的爱在炙热,也受不了冰天雪地的煎熬。 七年的时间,哪怕是熊熊烈火,也熬得差不多了,唯一剩下的那点星火,也早在安月把苏伯带回家玩角色扮演的时候熄灭了。 安月失魂落魄地走了,她后来就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,听说她辞掉了苏伯,去了国外,再后来我就没有了她的消息,直到最近一次出国旅游,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,在伦敦街头遇到了安月,她依旧伶仃一人,穿着我从前给她买的燕麦色大衣,抽着香烟,孤独地走在路上。 我们在大本钟下擦肩而过,她亚然转身,彼时我的孩子与我左右相拥,我怀抱着我的妻子,甜蜜美满,于是夜色沉沉,我们再一次消失在人海中。